這個實驗探討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先把A溶液稀釋成五種不同濃度 再和B溶液一起倒進醉型品攪拌 即時就可以算出反應速率 因為第一次沒有攪拌好所以做了兩次 結果濃度對反應速率有很明顯的影響 好,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